什么叫虚不受煲呢? 就常常觉得他人疲癩癩的 好像睡不醒似的 面色又不好看的 吃点温补东西又会喉咙痛牙肉肿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这个虚不受煲汤就要收好它了 先调理好身体 然后再来进步 将所有材料放进锅里面 先煮它一个半小时 然后再将圆肉加满 再煮半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汤很香的椰子味 调理好吸收就会好的了 下期再见啦 拜拜